80. 正報 離島區社之會作關注區內問題 2015年7月8日 本報信 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作開會 委員繼續關注多個區內多個路問題 包括改善道路安全、完善食排灣公屋配套 以及造好中央公園泳池管理等 委員林秀麗已呈前發言指 公J路環有許多路面都危機處處 如路邊胡亂駁滿大型拖架和重型貨車 當局不執法 而且一些道路設計有問題 如路口植物遮擋駕駛者視線 行人天橋旁設斑馬線 實費安全設計 其有關方面改善 委員何凱寧表示 石排灣公屋群以長者入住居多 但相關配套不足 如沐再生證明自助服務機及藥房等 他希望政府各部門加強定期檢視巡查社區 多了解居民需要 適時投放資源及完善民生配套 便利居民生活 委員林偉雄說 中央公園泳池驗出大腸肝菌含量超標 令居民擔心在下季使用高峰期 相關衛生問題會加劇 建議相關部門儘快取消免費進場措施 完成泳池管理機制 以免有人將泳池當浴室而增加衛生風險 此外 委員程順明批評政府控煙部門執法不力 使民族受二手煙害 委員遜知陽則關注茶屋指洩個人資料問題 將加強規範申請